Hello 大家好 我是Eva 今集想和大家說一些關於Risk Management的事情 如何控制在做elgo trading的時候 應該會有很常發生的風險 在講這個題目之前 有些比較有趣的statistics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去年2017年至2018年 其實在elgo trading的增長上 其實升幅也挺厲害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圖片裏 其實無論是traders 還是programmer 還是data analysis 甚至乎是學生 其實在增長上的升幅 過去兩年其實都超過一倍 所以可能大家不太覺得 但其實在我們的環境裏 在我們的trading的市場裏 其實很多朋友已經開始轉為自動化交易 自動化交易 其實如果你是覺得比較困難的話 其實可以先從一些指讚 指示這些簡單的功能 開始嘗試 你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其他的數字 比較有趣的 就是有問過為什麼 一些人會願意嘗試做programmer trading 很多人其實 首先本身可能是和他的職業有關 有52%一半以上的人 其實可能是和他們工作上有關的 這個意味著是什麼呢 其實其實行業裏面也有很大的轉變 就是說除了我們 其實雖然散戶來說 可能未必 現在已經是很普遍 在家裏可以 大家自己做一個trading 但在行業裏面 其實很多公司 無論是看新聞也好 看數字也好 其實已經很多 開始慢慢轉做AI 或者是programmer trading 這件事大家其實都可以留意的 因為也直接影響到市場的波動 或者市場變化的速度 它的價格上落等等 也有很多朋友說 最近這兩年的市況比較波動 也有很多朋友說回原因 可能都是algo trading 這個我也有點認同 但是當然這兩年的很多大市發生 也影響到市場的波幅可能會大一點 給大家留意一些數字 其實algo trading在我們的生活裡 已經是慢慢慢慢 越來越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好 現在就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正題 就是講這個risks management 一些很重要的地方 主要是有六點 我心想出來 就是大家很容易忽略 或者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何去管理大家的portfolio上的risks 尤其是algo trading上 可能和一般傳統的交易不同 大家可以留意 第一點就是和以前不同 就是可能我們要比較留意 少少我們的數據來源 是不是正確 那個data access的問題 因為其實可能我們在數據上面 當然有些朋友說 其實數據那裡 其實我可以控制的地方很少 可能我的data source 在某個地方拿 其實那個地方的data 是否準確 其實你未必是控制到 這個是是的 但是在我們自己program 或者在我們做trading的層面 其實我們也有事情可以做 比如說有些朋友 是喜歡做pair trading 或者是喜歡做對沖交易 顧名思義 可能他是有兩個品種 是來自於兩個不同的交易所 有朋友也試過 其中一個交易所的數據 可能的來源斷了 而他不知道 另外一個數據就是 另一個數據沒有斷的時候 他就根據自己的數據 然後跟一個沒有離的 數據來源的另一邊比較 然後也是照常下單 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下單的order 其實就不像我們想要一樣 亦都是不如理想 我們怎樣可以避免這件事發生呢 其實就是在很多program 其實是有一個行動的 也就是說 其實那個數據來的時候 其實他會有一個時間 他會推送一個數據給我們 有時候就算我們肉眼 可能看到市場好像靜止了 你不知道市場是 究竟市場真的靜止 還是數據斷了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一個行動的 其實是可以辨識到的 這件事其實大家在很多的 手段或者在很多軟件中 其實已經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就重複數據來源之前的時間 到底是多久之前 第二件事就是一致性的 consistency 很多朋友在做algo training的時候 亦都會忽略一個一致性的問題 講一致性 除了好像之前所說 就是你的交易策略要一致 你的數據來源要一致之外 其實在我們的形規 或者在我們的品種上也要一致 什麼叫形規上面一致 大家要留意的 譬如說 其實如果某一條策略 其實我們是用某一個方法去做 無論我們是否改動它的參數都好 如果我們是決定改動的參數 我們都是有一套一致的規則 就不是我們隨心所欲 我們想改就改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做back test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將所有可以計算的因素都放下去 我們的back test 甚至我們的forward test 才會準確 以致我們出來的時候 真正我們交易的形規 跟我們back test 和 forward test 的時候 那個數字不會相差太遠 另外就是有些朋友 就會喜歡 例如說他一個品種 覺得盈利了不錯 他又可能會放在其他品種上做 其實放在其他品種上做 其實未必會和你之前做的時候 back test 的一次性是一致 這件事大家也要留意 甚至乎在可能譬如說我做行指 大行指和小行指 其實在某大程度上 其實可能都是兩個品種 大家在做不同品種的交易的時候 記得要細心地測試好 才好再用真實的盤去做 第三就是在說品質 整個program 或者整個process的quality問題 曾經有一些iBank 亦都發生過在日本的training desk 他可能是用新加坡的日經的ETF 來做一個參考 然後去下一個日經指數的單 但是因為他們可能的program 裡面改了configuration 但是改完這個參數之後 他們是沒有更改 其實那個落單的數據 是參照新加坡日經的ETF的數據來做的 忘記了這一點 其實整個program的quality 就是我們說的checking的quality 其實做得不好 那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當時他改了他的program之後 因為價格的數值不一致 而program就以為日經的ETF的合理價格是零 因為他來的數據數字的unit不同了 變成了第二天 其實他們的program自動在市場下了 比平時多10倍的單 就是沽單 因為他以為合理價格應該是低的 當他們落了單 很快 他們大概是落了0.3%的單 其實立即發現了 但是當時日本的日經指數 都被他們拉低了大概是1%的 反會也可以用來參考 就是其實我們整個program 或者是我們做更改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記得在我們的quality checking的時候 要做足 就是我們最好有個list 就是每一點 其實每一次我們在寫program的時候 有哪些位置如果我們作出改動 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我們最重要是在program裡面remark 確保我們自己在有任何改動的時候 就不要漏了做錯了些事情 以致我們的實盤是有問題 當然也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作出了改動之後 我們也應該起碼有一兩天的時間 做一個forward testing 才可以去run實盤 如果大家說 其實我真的不想間斷 我想每天運動的 你寧願做一個parallel run 舊的program可能運動兩天 同時你運動一個forward test 是你新的program 然後覺得沒有問題 才做新program 那就比較穩陣一點 到最後第四點 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的algo裡面 的一些setting 究竟是怎樣做 而這件事為什麼我要這麼特別帶出呢 因為很多朋友 剛剛開始做algo trading的時候 沒有留意到 其實在我們的coding裡面 可能一些很小的偏差 也會引致 其實我們的coding 整個trading落單的時候 會落錯 甚至乎會引致一些很大的問題 很多朋友 比較多留的地方 譬如說 我們有條件符合 我們就會入場或出場 但大家不記得了 很多時候就是設定一個限定 就是我們的portfolio 其實我們落單的大小限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 尤其是用一些簡單的指標的話 當它符合了市場的 當市場符合了我們簡單指標的要求的時候 其實它可能有很大機會 會連續地符合條件 而不停地出這個單 我們要記住要在這個program裡面 設定一些設定 限制了我們 maximum exposure 或者是我們可以承受 我們最大在市場上 究竟是有多少的position 這樣東西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order type 因為order type 其實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我們可能有少少不同的order type 已經會導致我們的單 但是下得成或者下不成 甚至下了program 以為我們下了 但其實是下不到的 例如Limit Order 這些我們也要留心 到第五點 就是我經常都跟朋友說 就是很重要 你要檢查清楚自己的技術 就是你的技術 你的科技做得好不好 這東西其實完全是在我們 控制的範圍裡面 譬如說一些Network 我們的Halfware 甚至我們的Software 就是要做定期檢查 定期update 甚至乎電腦要定期關機 等它有休息的時間等等 到最後一點 就是我們的upscale scalability的問題 很多朋友都反映一個很 common的毛病 就是剛剛也稍微有提過 就是我們發現一條方法 原來在恆生指數有效 不如我試試擺放其他指數 首先 當一條方法 擺放不同的指數 可以看到時間 或者是指贏指選的點數 其實可能很大的機會要變動 第二 就是因為不同的指數 它的波動性 甚至它的買賣價差 可能是不同的 雖然我們看後測 可能好像可以 但是 都真的要做一下power test 確定 我們是十本的時候 是不會出問題 我們才好去 apply在其他的品種上面 以上六點就是 在我們做algo trading上 怎樣可以 減少我們自己的 risk 大家記得留意 好 來到最後這一部分 就是想跟大家說 簡單說上一個星期 一些我們algo trading的 portfolio 的一些表現 如果大家記得 其實我們正在用的是 有四條方法 有HG BP ST 和MC 以上就是一些他們簡單的解釋 如果大家忘記了的話 可以簡單看回 那我就不再重複了 好了 那上個星期的表現 其實大家可以看回 就是 上個星期 其實那個市房 整體來說是下跌 但是下跌裡面 都是有幾天的波動 都挺厲害的 除了25號的時候 其實它是就這樣下跌 即是沒有什麼大的回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上個星期 這條方法裡面 有兩條 全是輸錢的 兩條全是贏錢的 但是加起來 扣除手續費之後 其實也有兩萬多元的盈利 這個也很好地體現出 之前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 我們是要用幾條 不同的方法去做 因為其實我們很難去 預計市房 就算有些朋友說 我用AI去預計市房 其實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好像我們買股票 我們會買一籃子的股票 其實我們做algo training的時候 都可以選擇用幾條不同的方法 大包圍這樣 去在不同的市房 可以有盈利 好了 這個數字就不詳細說了 因為這個也不是想跟大家說的 主要地方 反而就是在市房裡面 跟大家看看 就是25號 其實大跌的趨勢 趨勢使用趨勢策略 當然沒問題 但是在趨勢使用趨勢策略 我們看回鐘擺策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鐘擺策略 因為它有回調的時候 其實可能某些策略的表現 一般的 但是如果它剛剛好 真的捉到一個反彈的時候 是做得不錯的 暫時這條方法 我都會覺得它是OK的 因為在趨勢使裡面 其實看回它坐的那些出場的位置 其實也有機會真的反彈 所以看回其實它可能是 我們留意它 會不會是在那個 止選或者是止贏的位置 我們可以再試一下 做得好一點 但是其實暫時我都會覺得它是OK的 好了 去到26號波動使 波動使用一個波動的理論 盈利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趨勢策略其實也不是太差的 基本上其實ST這條 它是因為出場比較敏感 其實它也有一個錯的入場 但是其實它整體來說 之後那個波幅不大的時候 其實它也沒有什麼入場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它是做得不錯的 所以這條策略暫時我都不會去更改 再看回之後那兩天 因為都是波動使 波動策略也做得比較好 趨勢策略要去到28號 趨勢策略的時候 可能整體來說才會做得好一點 所以這條策略來講 這個星期的策略也不是太差 雖然趨勢策略在這個星期 好像是有大趨勢 但是也沒有怎樣盈利 但是我看回數據 其實在有大趨勢的時候 其實它的波幅相對來說 都是大一點 所以反而反而波幅策略 做得會好一點 這個我們可能會留意一下 看看有沒有可以改善空間 但在未找到一個合適的策略之前 暫時我覺得它還可以 因為其實它的虧損有少少 但也不算很大 但是也因為其實它的波幅大 波幅在我們平日 因為每天的波幅可能不同 我們也很難預測過波幅幾多 所以暫時如果它真的有大趨勢的時候 它能夠盈利 我都覺得它是可以通過的 今個星期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問題 或者有意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拜拜